好久没有开这种商品大集合的开箱了 大家好 我是伊莉 欢迎收看伊莉泰 你知道吗 IKEA我都念IKEA 有些人会念IKEA 但是我都念IKEA 像有些人还是会念IKEA 但是我就是念IKEA 总而言之就是IKEA的商品开箱 反正我又收集了 123456 6款IKEA的商品 我们今天就来一一的吃吃看 到底好不好吃或者很雷 据上次拍IKEA商品来说的话 我觉得有一半以上是雷的 不知道这次选的会不会也是雷的呢 这个是 柠檬奶油选鱼的吃 看起来其实蛮好吃的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 它只要微波4分钟就有了 这个叫做 蔬食乐狗 通常IKEA只要蔬食开头的东西都蛮可怕 像之前的蔬食肉丸 如果忘记上次的可怕 请看PCR 你说出你的感想 人好认识 很烂 再来这两个 这个是同一个系列 它非常的酷 它叫综合果席冰砖 这个的话呢 是红萝卜跟柳橙口味 这个则是 凤梨芒果口味 酷爆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零食区 那其实IKEA賣也蛮多饼干类的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个的话是洋葱与酸奶风味的阳光骨片 这个湿椒盐点心棒 非常多根哦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吃最简单烹饪的东西好了 这个柳檬奶油水鱼 它这个是两片妆 它说静置在开袋使用 所以要先这样子也加了十分钟 拜拜 那这十分钟我还要干嘛 在那边接受辐射 我不要 诶 怎么了 是谁说不先把它拿起来的 我们整个那个维波炸开 这就是一个盘子啊 有没有 维波这个盘子反正就可以用啊 所以大家不要被它骗了 你就是要拿盘子再下去维波 这样吻着这里 可以闻到奶油跟柳橙的味道很重 然后看了一下 雪鱼的鱼肉感觉蛮暖嫩的哦 那我来试试看 诶 其实不错诶 它这个鱼是很嫩的 然后它的柳橙跟奶油的酱料啊 味道很香 我不喜欢这个口味的 鱼肉挺好吃嫩的 可是它的调味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t's a sense sense sense是什么 酸酸的 雷蒙 雷蒙是more but fish fish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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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nice 但我觉得它的那个柳橙味道不是很柳橙 但我觉得它的肉质是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不喜欢那个柳橙的酸酸的话 我觉得它是趁冷冻的时候 可以先把它上面那层酱先勾掉 然后自己加酱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微波就可以吃很方便 这个柳橙奶油雪鱼的话 售价329特价249 所以249来说的话 一片125块的雪鱼偏贵 但是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口味上的话 我真的觉得那个柳橙奶油的味道就贱人 简直我个人是觉得OK啦 OK吃所以是3分 它口感来说的话 雪鱼的肉质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给它3.5分 CP值我觉得也普通 大概2.5分吧 可能会回购 可能 蔬食热狗460克 售价是149块 OMG OMG 这是谁的便便啊 早上我早上的产物 我煎完了 我只能说它before跟after长得都很丑 它煎完长得更像早上的产物 煎了以后它变比较深色 就看起来的卖相比较没有的 那么OK 但是不要紧张 说不定它吃起来很好吃 虽然我刚刚在煎的时候它有点臭 但还是说不定它很好吃哦 吃起来比较热狗啊 嗯 吃起来可以啦 其实这样这个丸子好很多 但我觉得它不能叫热狗 对它绝对不是热狗 因为它里面没有狗肉 像春卷咬一口 然后里面所有东西 菜集中在一起的味道 所以它应该叫做条状春卷 哦有姜黄 难怪我觉得有姜黄的味道 方向上是显示说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热狗的样子 你就去买了大亨堡的面包 走出来夾夾看 吃吃下 我觉得加面包没有比较好 因为你知道热狗加面包变成大亨堡的话 重点是它们两个口感会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热狗会有肉汁出现 然后还有点肉的味道 但它这个蔬食热狗的话毕竟它并不是热狗 它没有什么Q弹的嚼劲 它就是软软的 你就会觉得是咖喱马铃薯蔬菜泥 变成条状物之后的产物 我只能说这可能是骗小孩吃蔬菜会失败的一个产品 但是就它食物上的口感跟它的口味上来说的话不难吃 口味上满分五分我给它三分好了 它是可以吃的东西 主要材其实滑滑的我没有到很紫 然后口感两分半所以整包149块 然后10根所以一根大概是14块来说 15块喔CP只算可以了 可不会很够 好可爱喔 这个什么红萝卜手开啦 红萝卜流程感觉很好喝欸 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辣椒 帅啦 这是综合果析冰砖 取出15颗500瓦的微波一分钟解冻产品 然后最如果加上60毫升的水搅拌就可以喝了 15 15 对了 15 刚刚我们两个一起 另外一个我也搓一下好了 看起来好像冰沙喔 对啊 接下来加上60cc的常温水 我来先喝这个苹果柳橙口味的果析 它闻起来酱味好重喔 这个口味没有很好喝 它的红萝卜跟柳橙的味道没有很重 但是酱味倒是蛮重的 然后喝下去就感觉不是那种新鲜水果打出来的果子啊 接下来我先喝喝看这个芒果凤梨 哦 这个好好喝多了 这一款呢芒果凤梨口味的话 它的凤梨味就比较重 然后喝起来是比较顺口 诶诶 香味太重了吧 对啊 我觉得它比例好那点 而且真的辣辣的 这个不好喝 这个凤梨蛮重的 不错 哇 它一包要190块 它就说三份 等于说一杯是60块 它是富含天然纤维和必需维生素 它没有人工香料哦 然后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牛奶啊 或者是坚果麦片就变成健康食品 哦 好可以 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 如果你觉得这个果析冰砖很酷的话 我是觉得你可以买草莓口味 或者是这个芒果凤梨口味就好了 这个红萝卜姜跟辣椒口味 真的不是所有人可以接受的 我就以芒果凤梨这个来评分 这个口味我给过 我给它4分 然后口感没有什么 因为它就是喝的吧 但是你应该可以自己再加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甚至优格等等 CP值的话就跟刚刚讲说有点小 鬼CP值我大概给它2.0分吧 再来是我会不会回购 我应该会 因为一般外面的综合购 够购的差不多六七十块 这个在家都可以做蛮方便的 接下来是点心时间 这个是洋葱与酸奶风味阳光骨片 它特别不写洋芋片 它写阳光骨片哦 听起来事发事情比较健康一点 第一包的话 OMG我竟然买得下去 我哪有能理解为什么它卖那么多洋芋片 类型的东西 然后不怎么有人买了 因为这一包要90块 哇 刚刚说这是一个好开的包装 那我们看它有多好开 诶 这是很好开诶 这样就好了 倒出来的啊 这很脏诶 那你为什么不擦 干我什么事 它就是奶昭洋葱的味道 玉米片的感觉 诶 这个不错诶 虽然很贵 它好吃的原因是 它不像一般的洋芋片一样 它会偏油 那吃起来你现在手还是觉得是干干的 然后吃下嘴巴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是油炸感的 很这么重 但它是很酥脆 你就觉得它像是玉米片的感觉 乳酪跟洋葱的味道 但是它不味道很重鲜 99块其实如果你只看包装不准 我就点到处来感受一下 如果它是台湾的饼干的话 我最多有极限大概 好 50块 瑞典来了 哦 进口了 好 如果它特价70块的话 我一定会回口 99块的话 我可能看到我真的觉得受不了 然后刚好发心的话 我可能会买 口味上 我给它4分 挺好吃的 其实真的要打5分 因为我觉得5分 太过好吃了 但是4分已经觉得蛮好吃了 口感我也给它4分 因为它咬起来很爽 那个脆感 赞 然后CP值的话 就一样一个字 它可以有点贵 饼干来说 一个便当价 CP值1.5分 回购的话 就像我说的 它有点太贵 可能在特价的时候 你看它回购 或者是我真的钱多的时候 最后一个了 也是点心系列 这叫做 椒盐点心棒 130块 这要一坨65块 这要一坨65块 但是你知道Pokey多少钱吗 Pokey大概39块 然后不是有那个蔬菜点心棒吗 蔬菜点心棒大概也是30块的种况下 这样60块其实我觉得 诶 热量算多啦 哇 我现在都会注意一下它的热量 它这个热量挺高的 试一下一整包 970大卡 大家应该有吃过那种蝴蝶饼吧 它的味道完全就是蝴蝶饼 只是把它拉长的版本 它除了表面有味道外 里面内层都没有味道 这真的超无聊欸 怎么办 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把它整克完 它吃起来就是你舌头刚沾到它外皮的时候 是那个椒盐的咸味 你嚼一嚼嚼一嚼以后 里面就会松软掉 有点像是面包边的那种松软感 然后你就是嚼的时候会有卖的味道 是一款蛮无聊的典型 或许你可以把它拿来配一些这种什么 英国早餐茶 红茶 比较偏向外国味道的茶味吧 口味2分 口感2分 CP值2分 回购不会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伊利泰伊利所试吃的商品 那如果有喜欢可以去买一下 那想访问一下你对于今天的商品 你比较推荐哪一款呢 好 它的感觉是应该都不推荐 没有 都不推了 让我思考一下 好 它思考一下 可能还是没有推荐的商品 有啦 我想到了 芒果 凤梨果 喜好享受 在IKEA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商品 它不只有家具 所以我们就刚好看到这些商品 所以买回来给大家试试看 那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 如果看到一些特殊的商店 有在卖一些特殊的食物 的话也可以回家试试看看 那我们也会试着买一些东西给大家看看 虽然你感觉好像讲得很快 但是就狗来狗去 我也不知道你的讲说 你会再一次 不要 你要不要再吃一个 不要 太肥了 你也知道太肥了 你终于有自知能力